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先讲讲渣马禁政治口号的启示 另外也想讲一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对美国干预他国家的内政 虽然要驱逐美国等10个国家的大使,究竟这件事美国又敢如何反应呢? 先讲复办的渣打马里虫,结果顺利结束,赛前有人大力推动 想叫跑手,穿着黑衣,和印上香港加油的相体抒发,以作政治抗议 赛马囚委会初时就表示,跑手展示这些标语不关我事 后来经过各方反应意见之后就改完更章,在赛前向跑手发出短信 重新攀戴背包或者穿着特别的装束,要接受保安检查 并且警告,不要着有政治元素或者口号的装束,遗者将被拒参赛 并按需要要求执法部门介入,结果赛马现场就有部分跑手 因为服装上印有香港加油的自居,被要求更换 否则就不准作赛,他也会被记录号码牌和身份证号码 在大会加强安检之后,整场插马未被政治污染之下顺利完成 让体育回归体育,插马禁政治口号的启示 其实是不硬不行,一放就乱 事后也有两种意见,有人就质疑,为何那些穿着印有政治口号衣服的 入场跑手,未被拘捕,也都有人有相反的意见 认为为何服装上印有香港加油这些相体书法都不放行 虽然在赛后的记者会上面,有传媒就反复追问 是不是选手的服装印有香港两个字都不行 不过,其实这些问法是明知顾问的 这个香港加油的相体书法设计,源自台湾的博方创作团队 不知道他们受什么人支持,总之设计出这个充满政治暗示性的标记 在2019年的反修例期间,得到广泛的回响,成为示威者热爱的标识 他的政治含意相当明显,你去拗字眼,说他只是说香港,其实都比较无谓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渣马筹委会继续开始那种不关我事的态度 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由于有卖铁率的公司大力鼓动人 穿那些印有抗议字眼的服饰去比赛,又假如有三四千人穿着黑衣 第三,上面印有这个台湾设计的香港加油相体书法标记 甚至在跑步过程中,大肆呼喊政治口号 那么除了买T税的公司赚大钱之外,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外国媒体对大肆涮,香港的反对运动重演 外国政府也可以直击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施压 要求撤销对2019年暴力事件中的示威者的控诉 甚至加大对香港的制裁 第二,本地的黑暴示威者可能受到鼓舞,重新起控 只要再有成功的示威案例,暴力示威者受刺激 是绝对有可能再次走上街头,放火,封路,打烂商店 过去两年,特别是港军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重新恢复,来自不易的平静局面 可以在一夜之间付诸流水 又想像下,政府看到整场渣马变成一个政治抗议运动 最起码的回应是从此之后,禁止再举办渣打麻辣虫 问题是再次激发的暴力之火,是不是这么快会熄灭 声称之火,可以疗原 如今并未到宽松的时候,主要因为人心未定 当反对者仍然好像容岩一样 只是躲起地壳底下流传的时候 只要地壳一路出缺口,容岩就会噴薄而出 所以宽松之前,需要等容岩滥却 香港需要进行一个去激进化的过程 如果定立国安法和连串起诉行动 是第一波的止血行动的话 第二波应该是除毒 这个是下一届政府的重要政治工程 要从根本上去消除激进化的根源 去激进化是一个重大议题 但是最简单的设入点 就是由政府和相关的政府资助机构开始 有清晰的国安意识 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意识 制止一切激进的反对政府行动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港英政府 提交给行政局的文件 看到每份文件里面都有一项说到 可能的财务影响 即是financial implications 我发现政府的施政 原来这么重视可能带来的财政支出 和财务影响的 觉得这个做法相当聪明 当有了可能的财务影响这一项 每个决策的官员都要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 我认为未来的政府所有政策 都应该加上可能的国家安全影响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 这个项目 变成一个硬性要求 政府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 从批准一个活动 批准一个政府工程合约 定立一个政策 都要加入国安的考虑 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会减少自由 其实我觉得刚刚相反 当社会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意识 去击尽快工作顺利完成之后 宽松的日子就可以到来了 另外也想讲讲 土耳其总统要驱逐十国大使的事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12、23日宣布要驱逐十个国家的大使 埃尔多安说 我已经下令外交部必须立刻宣布 十个国家的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们将知道并要了解土耳其 他们不知道不了解土耳其的时候 就要离开了 埃尔多安这个说法 等于说要驱逐大使 不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行动 他说的十个国家大使 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丹麦、荷兰、挪威 瑞典、芬蘭和新西兰 被驱逐的除了土耳其的北约盟友 还有一个新西兰 但是英国和澳洲就很滑头 居然不在其中 经到土耳其的就是卡瓦拉事件 2016年土耳其发生一宗阴谋推翻总统埃尔多安的政变 当时如果不是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事前通水 让外访中的埃尔多安 可以匆匆赶回到土耳其评乱 恐怕现在他已经不再是土耳其总统了 而土耳其商人、政治活动家、艺术慈善家卡瓦拉 就被认定为2016年政变的其中一个主要参议者 卡瓦拉是土耳其一个非牟利艺术组织的创办人和主席 自2017年10月18日以来 他就一直被土耳其当局拘押 土耳其政府除了指控他 早在2013年已经涉嫌煽动一场在公园抗议活动之外 还额外指控他参与2016年的政变 土耳其的法院曾经在2020年2月一度宣布卡瓦拉无罪 但今年1月土耳其上诉法院就引述新的证据 裁定那个案件要在下级法院重审 在2019年卡瓦拉在囚期间 他就获得人权组织伊斯坦布分部颁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奖 他得到这些奖 我又真的很怀疑他是不是其实有些外国背景呢 另外今年的2月16日 土耳其文化部就申请废材卡瓦拉在2002年创立的伊斯坦布尔非营利艺术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在土耳其艺术界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负责资助土耳其少数民族活动赞助文化空间资助项目等等 结果都被土耳其政府关闭 西方多个国家就认为土耳其审判卡瓦拉其实是搞政治迫害 所以10月8日上约西港10个国家的大使就联合发表声明 勒令土耳其要立刻释放卡瓦拉的感话 看看卡瓦拉的情况就跟香港的黎智英很相似 第一,他们都是有钱人 一个就搞传媒 另一个就搞文化艺术 其实都是政治活动家 他们都出钱资助很多所谓公民社会的政治性组织 第二,两个人都是因为牵涉颠覆政府的政变被捕 黎智英就牵涉2019年在香港名为反修例 实际为颠覆政府的一场政变活动 而卡瓦拉就牵涉2016年 因为推分埃尔多安的一场政变 如今充满强行本息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申请驱逐包括美国座内的10个国家大使 现在就要看看美国怎样展示他的实力地位 香港因为定立国安法拘捕反对派领袖黎智英 美国就宣布制裁香港和中国的官员 土耳其同样拘捕反对派领袖 但是他比香港更厉害 还声言要驱逐美国大使 美国又敢不敢制裁土耳其呢 土耳其从来都这么出位 他要回复自己的历史荣光 要做欧洲大国 他是北约的成员 位置中东门户的重要位置 所以阿尔多安就看死了这件事 知道美国不敢动他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出位行动 究竟美国对外政策是讲原则 还是讲现实呢 我就买美国 对阿尔多安都是只眼开只眼闭了 所以民主原则 在美国的国际政治操作上 根本是一前不直的